在马来西亚学校开学的前一晚发现 他并没有把假期作业写完 不喝水不发呆 不走来走去的情况下 才能达到两个小时内完成作业的目标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是特派记者李老妹 将为大家插播一条即时新闻 记者在热心民众的带领下 在雪兰额补种郊外区 发现了一名年约11岁的男性 在马来西亚学校开学的前一晚发现 他并没有把假期作业写完 根据调查被该名男子遗忘的作业 科目已被证实为 没有可能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的数学作业 记者在采访热心民众的时候 热女士也强调 目前预测的时间是在该名男子 不喝水不发呆 不走来走去的情况下 才能达到两个小时内完成作业的目标 该名男子也表示 希望民众能为他打气 给予祝福 让他有力量能在一夜之间创造奇迹 福智英 福智英 来 过来一下 这个作业怎么这样 这个作业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是不是不一样 是 那这个怎么这样 怎么办 我要出了头 对不起 没关系 爸爸帮你处理就好了 好吧 你去玩吧 你去玩吧 他不很长 真的 我真的不像 我赶紧 你不会 films 你在那儿 你不会哭 你会说 还不尽 我没想过 不得不得了 好,你要不要,來,過來一箱 這個座位怎麼這樣? 不一樣 這個也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?是不是不一樣? 是 那這個怎麼這樣? 怎麼辦? 我要出了後,對不起 沒關係 爸爸幫你處理就好了 好吧,回去玩吧 可以 爸爸說不可以去這個 不可以